我们请部长 曾部长 部长 囚禁一个犯人 不是要虐待他 有其徒刑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经过 适当的隔离跟教化 我们还要欢迎他 回到社会 所以健康的人进来 健康的人出去对不对 所以医疗健康人权也是受刑人 基本人权的保障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保外就医 或者是自费严医的规定 非常宽松 保外就医规定在 监狱行刑法第58条 受刑人陷离疾病 在间内不能为适当之医治者 得斟酌情形 报请监督机关许可 就可以保外就医 条件非常的宽松 没有特殊要求他的病情要多重 只是在监狱里面不能医治 就可以斟酌情形出去 那么还有第57条自费严医的规定 更宽松 自费严医规定 离疾病之受刑人请求自费严医诊治时 监狱长官应与许可 意思是 如果今天阿扁 他要求自费严医 你们根本不能拒绝 为什么每一次要求自费严医 你们都要一而再再而三 要一两个月才愿意准他 你们根本没有医法 你没有把他当一般的犯人 医法行政 你把他们当仇人 给予他特别的虐待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宽松 保外就医 没有减少刑期 所以不怕 第二 因为服务行其满的更生人 社会要欢迎 要辅导 所以我们要让他健康的进来 健康的出去 可是整个台湾怎么执行这个法律 你们反其道而行 本席呢 从95年开始 这六年来的统计 本席统计的结果 保外就医的人数 六年来如果不算今年 今年算进去是一千多人 如果不算今年呢 917人 这保外就医的人数呢 死亡率高达55.1% 保外等于什么 不是保外就医 是保送太平间 你们都等到一个受刑人 病情严重到不得了的时候 才允许他保外 所以保外就医的死亡率 平均高达55.1% 一半以上的人 保外出去就死亡 你知不知道 有那种 一天就死亡的 有37个案例 两天就死亡的 12个案例 10天就死亡的 6个案例 总共 10天之内死亡的 达20.9% 一个月内死亡的 死亡率 35.6% 两个月内死亡的 将近一半 高达48.3% 你们用这样 在虐待受刑人 把有期徒刑当死刑 你们的标准有问题 对待一般的受刑人的标准 就有问题 非得要让受刑人 已经快要死了 赶快把他踢出去 而不是让受刑人 可以很快的 把他治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今天保外就医 死亡率只有10% 而回歼率80% 那本席就认为 你们的执法 是没有问题的 是一个保障人权的 一个监守管理 可是你看看 回歼比例 回歼比例 平均反歼比例 36.8% 36.8% 而死亡率是55.1% 换句话说 等到你们 允许 平均92天就死亡 死亡人数 死亡的天数 你看看 保外就医 死亡的天数 保外就医 死亡者死亡的天数 不断的下降 从出狱 平均252天 才死亡 一直降到呢 出狱 101天就死掉了 表示你们的标准 延到 让受刑人 完全失去健康的程度 到已经无法医治 没办法 救回他的命的时候 你们才允许人家保外就医 更何况是陈总统 本席告诉部长 陈总统的特别考虑 不是因为给他忧郁 不是给他优待 而是 等比例 反而是给他平等 今天我是卸任总统 我所受到的环境虐待的 身心的冲击 那个比例 是比我一般人所受到 同等级待遇 身心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我们请柯医师来说明这一点 柯文哲医师请 作为一个总统 作为一个总统 他受到这种虐待 跟一个平常人受到这种虐待 他承受的冲击会一样吗 其实 开玩笑讲说 先坐牢再当总统可以 先当总统再坐牢 然后变成阿伯现在这个样子 对呀 所以这个不是优待 你们误以为说这是礼遇喔 这只是平等 本席就是接待两位国际人权人士 他们就是专门在制定国际标准 现任总统为什么是不一样的标准 是因为他所受到的冲击 要跟一般人等比例的话 他所受到的待遇必须不一样 你给他的惩罚你给他的对待才是等比例部长 你们完全没有人权的思想 把人要关到死有期徒刑当死刑 保外就医等于保送太平间 部长你知不知道你保外就医的死亡率平均55.1 我请教柯医师 以陈水扁总统现在所受到的这种待遇有没有到达我可以说是受到虐待的程度 我关在1.3天 完全隔离 我也替他们讲话 那个以前方典议长跟我讲过他很明白跟我讲 因为我去北京的时候他跟我说 柯医师我也是公务员 上面没有交代的我哪敢做什么 所以是因为上面没有交代所以要特别虐待 上面没交代所以要虐待 今天今天罵这两个没有用老实讲 来 来上来 方典议长 来方典议长 那个柯医师 几年几月几日什么场合 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方典议长跟我讲过这句 他说那个 你是问他什么问题 他也跟我说你那到外面乱讲话什么 他也跟我讲说这个我们是公务员 上面没有交代我哪有办法怎样 好来 典议长 你当初是怎么讲的 那个柯医师他是用特件的方式看陈雪扁 总统 那我们给他看 看完之后他就说 陈雪扁总统会四年会死在监狱 他是在什么病什么病 那我第二次他来看的时候我就特别请 柯医师到我办公室来做 我跟他报告 说你讲话不能乱讲话 也不准我们监狱讲话 也不准医院讲话 你就可以乱讲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第一点 我没有在 我有在媒体上 现在讲过的都有录影 有没有在哪个场合 我说陈雪扁会四年内会死掉 我当时去立法院 我是跟王金平讲说 我的专业有跟你保证 这样关下去四年内一定出事 我说那时候不管 我说不管是什么 因为其实62岁的人 近近出出急诊处 不是很奇怪的事 很预料中的事 而且他的身体健康是一个趋势 而且他又被关四年 而且他又被关四年 事实上 事实上我这次去北建也有跟他的那个育友有谈过 阿扁是很明显在今年一月以后才变坏 因为他以前还可以跑步 过了一月以后 他也是这样跟国际人士讲的 今年一月以后 他就开始不能跑步 当然 其实我们在心里也有数 因为这个总统大选一学他想说完了还在关四年 所以整个 整个那个精神就崩溃了 坦白讲是这样 来 刚刚典业长说他没有讲过那个话 是 但是的话那个 我们不会相信你了 还有陈乔徐医师一起在我办公室 所以 但是我们谈到 他说典业长我帮你量量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你的身体比 比陈建中的还糟 对 所以我可以跟你解解 其实我跟你讲 我也觉得这样 今天 今天还是一个问题 到底阿扁要当一般化成宽态是协认总统处理 其实 其实我们当时 也有跟那个典与长做过那个交感神经测试 他跟阿扁一样焦虑 阿扁的自主神经系统崩溃 他也是 所以他也是 所以今天他也是很残忍 他夹在两边 都不是意外 因为他是夹心饼干 根据他的专业跟长官的命令之间他左右为难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保证 我绝对 从来没有说长官交代我办什么事情的 我很负责人的对 陈建中统 而且 本席自己 亲身经历 你从两个国际人士能不能来 今天能来 明天不能来 早上能来 下午又不能来 我就知道 都是因为长官在那里干预 没有 跟委员特别 特别 特别致歉 因为 委员要带两个外国人来看 我们是同意的 北监为了陈总统的问题 你们已经完全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了 委员医院去是探定 委员医长 你已经完全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了 我们很用心的在照顾他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让你明白 这件事情这样是不可以的 是 是不能这样子特殊的虐待陈总统 绝对不会 更何况 更何况 他的健康已经急速的在变坏 本席刚刚讲法律的规定是要健康的被关 健康的出去 当已经急速的在变坏 保外就医的规定这么宽松的时候 你们还虐待他 不让他保外就医 到底为什么不让他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不影响刑期 而且本席告诉各位 保外就医反监的比例都差不多两成到三成 反监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年 有那种100多天就回去监狱的 也有200多天就回去监狱的 也有90几天就回去监狱的 换句话说 治疗好了 期限结束了 是可以反监的 返回监狱的比例是这么大的 36点 25点 30点 34点 30 20 反监比例是有的 你们在怕什么 坚持什么 为什么不让他保外就医 跟他相同症状的 成就性中风 相同症状的 总共就有9个案例 是保外就医的 成就性中风 你们说 他的中风是救伤 没错 成就性中风 就有9个案例是保外就医的 你们却坚持不让他保外就医 真的要把他关到 死才要出来 你们真的是一个草菅人命的监狱 草菅人命的监狱体系 等到你们准许保外就医的时候已经55%没命 那个我们是按 我们是依法 依法执行 没有依法法律很宽松 只要生病就得斟酌情形 你们就可以决定 报监督机关许可就可以决定 今天北监的监督机关就是缴证署 依照法律的规定 只要生病就可以斟酌 矫正署同意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法律的规定是非常的宽松 要求自肺炎一是英语准许是连拒绝都不能拒绝的 你们却一再拒绝他自肺炎一 让他一再申请 报告委员 然后要在一天之内检查完成 让他像消防车一样早上四点要起床六点开始检查 简直是虐待 陈谦总统这个自肺炎一还是我跟他讲有自肺炎一的规定 他说哈 还要做规定啊 可是当他要申请的时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像在求人一样 从来没有 好我要告诉你证据出来 他可以申请说我要再回去做检查 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给他拖 我们绝对不会拖的 请您慢行 我从明天开始如果陈水扁总统 自肺炎一你就给他送医的话 做不做得到 你至少答应这一点 做不做得到 自肺炎一 自肺炎一 只要医法 自肺炎一一提出来你就立刻答应 做不做得到 自肺炎一 他请医生到监狱来看病 这叫自肺炎一 自肺炎一也可以送医院 我们是把他送到医院去看病 这是两件事情 你们就是告诉我 阿扁总统就是用自肺炎一给他送出去 借户就医 不是啦 两件事情 矯正署目前就是告诉我是一这一条 那绝对不是这样子 可能是委员误会了啦 借户就医是借户就医 他请医生 向他的女儿 他的女婿 到监狱来给他看牙齿 看膝盖 那个是自肺炎一 符合 自肺炎一的标准 我们都会给他看嘛 好啦 我们从来没当过他啦 好啦 保外就医的规定是非常宽松的啦 而你们的执行呢 是让病人 有55%以上的人 已经到没有 没有药可救 必死无疑的时候才准人家保外就医 然后陈水扁总统 你们又准备这样做 让他快死了才要让他出去 谢谢 谢谢大家